台湾虽然只是一个面积才3.6万平方公里的小岛 但是却蕴藏了丰富多元的历史文化 为了保存、传承、弘扬台湾的传统艺术 2009年开始 文化部就以师徒制的方式 计划已逝到6年的时间 举办传统技艺、传习教学 2018年11月16号下午 还在台中市复兴路文资局的横道堂 举办一场传习一生、结业生的颁证典礼 典礼一开始 还有精彩绝伦的北馆戏曲 客家八音跟掌中戏表演 文化部次长萧中皇 在今天的结业室中表示 文化部登陆了重要传统表演 跟公益文化资产 再委托国宝大师 利用文化资产园区的场地 落实各项文池展演、教育、推广、传习等主轴过程 打造文化资产园区 成为台湾历史文化的生态基地 从2009年到现在 总共有61位的医生 通过这样的一个传习计划 那对传统艺术跟传统工艺的保存 具有非常重要的一个意义 所以文化部在政府部长的指示之下 然后结合了宜兰的传统艺术园区 然后希望以眼带性的方式 就是让这些医生 透过一个接班人计划 到传业园区里面去进行一个展演活动 文池局长石国龙表示 除了有各式各样的传统工艺文化的课程之外 文池局也把艺术生的作品 举办一场工艺传承成果展 也结合主公艺术、漆器、主编等国宝大师的作品 希望让民众能够将艺术生活化、工艺又指化 文化部文池局表示 面对千变万化的网络科技时代 文池局希望能够以身教研教的教育方式 发扬传统手作精神 今年底还会举办2018年 传承工艺成果展 让大家有机会见证人间国宝 欣赏艺术之美 守护台湾传统的艺术历史文化 记者杨靖、张瑞华台中报导 那你要问意思 要问意思